人家跟我說啊 那個活人生 就在中國的長白山 長白山沒有錯 我現在就在長白山了 欸 只有在地理課本有讀過長白山地有沒有 大星安妮 小星安妮 長白山地 就是它 這就是長白 欸 這是白的欸 長白山就是白的有沒有看到 而且還下雪 現在這個雪應該就是退了啦 已經越來越少了 可是 長白山 我突然來到這個地方 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有氣質喔 有沒有那種長白山感 欸 可是 活人生 應該不可能在雪地裡 感覺應該要在有陽光的地方 陽光的地方在那邊 可是 這邊怎麼會有一個這麼大的 紅茶的凹槽喔 好 我們下去看看 那下面有什麼東西好了 活人生該不會在裡面吧 我的媽 我後悔了 我根本下來啊 欸 這裡真的是春木難行耶 這很像那種沼澤有沒有那種 淡海水交界的處 這個地方怎麼可能會有活人生 我們趕快上去好了 我的媽啊 欸 你說活著不要亂動 我就要裁了我的林蛙 蛤 林蛙 什麼林蛙 你看後面蹦蹦跳跳這麼多 這就是我的林蛙唷 欸 後面那個 我剛剛以為是想說那個水流有沒有 這樣打出來的水花 不是欸 這是在跳欸 長白山林蛙就是長白山活人生 長白山林蛙就是活人生 對 是喔 對 這裡很大耶 好多好多 有沒有看到這樣蹦蹦跳跳一堆的 可是這樣我要怎麼抓啊 抓不到吧 抓得到 抓得到 你要腳下輕輕一點啊 這個泥裡邊 腳路裡邊呢 都有可能有的 啊 稍有不勝 但是一腳就可能蠶食好多喔 看到沒有 這就是一隻 這也是一隻 對 究竟是林蛙 超多的 真的耶 你看 它完全保護色有沒有 你看喔 我如果今天不把它挖起來 我放在那邊 誰看得到裡面有一隻林蛙 沒有人看到吧 超酷的 好多隻喔 其實你仔細看啊 很多很多 你腳下攝影師腳下也有 大家腳下都有耶 好多林蛙喔 這是大顆啊 這個是林蛙耶 我要找的是人參啊 因為牠的肚子裡邊呢 就有軟黃金 牠的營養價值 要比人參高出好多倍喔 有沒有搞錯啊 大哥啊 你可別把青蛙假冒人參啊 只依我世界走透透 可沒那麼簡單可以打發的喔 大哥越說啊 我越好奇 這些蹦蹦跳跳的青蛙 肚子裡真的是常有黃金嗎 那大概 這個這個林蛙大概多大啊 這個牠已經長了 牠有兩歲了 這個有兩歲了喔 對 你的更小 小小的這個是 我手裡邊拿的幾隻是一歲的 一歲的 對 這個是兩歲的 你手裡邊那個也是兩歲的 兩歲的 就是兩歲大概是這個大小 秋天的時候呢 林蛙呀 就下到這個水裡邊來呢 牠以為這個地方可以過冬 然後你都從山上四面八方 下到這個水裡邊 那麼你到了收穫的季節 我把這水一放 急著而挖 水沒了我挖就不到囉 原來是大哥把這個水放走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這邊 不用擔心被水淹到 這樣子我們要弄到什麼時候 天黑可能是找過來 不會的 那邊才是我們收挖的 一會兒你看很簡單 一會兒就收挖了 原來大哥收挖的方式啊 是把大水池的水先放掉 再另一頭用麻布袋接著 多數的青蛙會順著水流而下 剩下的小部分呢在用減低 以我現在目測 這麼大的水池至少有一萬 五十萬 百萬 不是吧 該不會有千萬隻青蛙吧 唉唷 就這樣收啊 對呀 這些蛙呀 就是從上面那個水裡邊 不是水放乾了 對 這個網結上以後 蛙就順著這個水管出來了 就進我這網裡了 好多隻喔 大哥我可不可以試試看 就這樣摸嗎 可以啊 好 會有... 大哥不好意思喔 讓我試試看喔 就這樣喔 對 就拉 用力 這很重的啊 好重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你看剛剛那個大哥 弄那麼輕鬆 我們兩個現在完全都不了 好重喔 太多隻了啦 這樣我們一次收成 大概有多重啊 這也就咱們倆抬這些 也只有200公斤啦 這樣有200公斤 對 難怪我抬不動 好重喔 然後就這樣弄... 然後弄到那個底端 那個地方有個開口 然後就從那邊收成啦 對 說這裡有成千上萬隻的菱蛙 一點都不誇張 大哥說秋天是收蛙季 每年到了這個季節呢 大哥放養的菱蛙就會回潮 準備產卵 這整片的山林 都是大哥的養殖場 用人工繁殖放養山林 一年的辛苦 都是為了等蛙回來 取得蛙部中的黃金 收回去的菱蛙呢 還要進行分類 通常是採用三到四歲的菱蛙 太小的就會放回去 繼續讓牠生長 看到這些大哥口中的活人聲 密密麻麻的 還真的是令人起雞皮疙瘩耶 只是啊 令自己我頭皮發麻的事情 還在後頭呢 嘿嘿 分完大小囉 所以大哥啊 我們這個就可以直接拿來料理了 是不是 還不行 為什麼 我們還要把它穿曬起來 穿 穿曬 就是把這個蛙 穿到這個鐵石上面 給它曬乾 然後再取 淋蛙油 活的 穿過去 曬到乾 對 真的假的 我看到了 大哥就是這個啊 對 哎唷 我的媽呀 你知道牠穿的不是嘴巴 我剛剛遠遠看 想說牠只是鹹的 不是耶 你看 從牠的眼睛 從牠的眼睛耶 哇 你再一直一直穿啊 對啊 穿過去啊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大哥示範嗎 穿這個 鷹蛙 我的天啊 我的媽呀 一定要穿眼睛嗎 為什麼 等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穿眼睛 因為啊 如果你前後穿呢 牠就會一直一直靠在一起 靠在一起以後呢 牠這個肚子裡面呢 就很難 就乾的很慢 所以影響蛙油的質量 對 就是像我們那個時候去拍那個 類似那個馬黃啊 就是那個水漬有沒有 也是這樣穿過去 然後一定不能讓牠們黏在一起 一定要分開 因為你要曬乾 然後要很乾 穿過去了 對 大哥在我不知不覺中 在講話的時候就衝過去了 對 牠看起來很痛耶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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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眼睛好痛 很痛苦是吧 就這樣穿過去 對 然後... 然後把它曬到乾 要曬多久啊 大約要曬7到10天 7到10天 對 就是直接這樣曬嗎 這樣串起來以後就可以曬了 對 先放在陰涼處 陰涼一兩天以後 嗯 等牠完全死掉了 再拿到陽光下暴曬 天啊 我要暈倒了啦 這會不會太殘忍了 大哥竟然要活穿菱蛙的眼睛 只為了取蛙肚子裡面的菱蛙油 而這種穿眼曬乾法 最能保持蛙油的完整 是長白山最傳統的取蛙油方式 看著大哥不疾不虛 就這麼把鐵絲穿過活菱蛙的雙眼 只以我現在只想做一件事 就是離開現場 看著每一隻菱蛙 就像一件件衣服 在竹竿上被亮著 這種奇景 我實在是不想記在腦海中耶 只是對長白山的洋蛙人而言 這就是每年秋天要做的工作囉 我要試嗎 我要試試看 我要試 你不要碰我 對不起 我是故意的 來囉 勇敢一點 你們有穿對 角度不對 對 要穿在 要從這個前眼睛這個地方 前眼 對 然後腳進去以後 這裡面 弄不好啊 就是穿到嘴巴裡面 好厲害 他的眼珠 他的眼珠掉出來了對不對 相信在電視機前面的你們 看到這觸目激青的一幕 應該也覺得很不可思議吧 更何況子儀我是活生生的在現場 在短短的奇蹟中 我好像經歷了一場生死痘 大哥說取菱蛙油 就是他養殖菱蛙的目的 因為野生的菱蛙需要保育 在市場供不應求的狀況下 他的人工結合自然放養法 可以提供更多品質好的菱蛙油 這些說法自己我都懂 但是在面對這些掙扎的菱蛙時 一時之間還是無法完全接受 你以為穿菱蛙的眼睛 就已經是最恐怖的嗎 沒有 接下來是更恐怖的 我們要剪菱蛙的腳 要怎麼剪啊 為什麼要剪她腳啊 因為我們要取得好的瓜油 就得需要你把它的血放掉 這樣它的油的顏色質量 才會最理想 怎麼樣它有條件嗎 哪幾隻可以放鞋 哪幾隻不能放鞋 就是應該穿一下以後就放鞋 這個就稍稍晚了一點了 以後它多少有點乾掉了 這個就是稍稍晚了一點 那麼應該是這個樣子的才是 你看這個這隻剛好 它還有生命 但是它皮裡已經有些乾爹了 我覺得你現在那樣剪 跟剪樹枝一樣有沒有 就這樣這個稍稍可以 咔嗒咔就咔掉了 這個剪的部位呢 剪的部位有講究嗎 一定要剪到腿根內 還不要剪肉油 對 因為你要是剪短了 它這個血放不出來 你剪長了 你就剪肉油了 就是類似剪到我們那個 大腿的大動脈那個地方 然後讓它放鞋 放比較快一點 那你不能剪太上面 剪太上面的話 我們就剪到我們所要 取到的最重要的 它的軟黃金 它身體的軟黃金 就會剪到它了 所以 你來試一次嗎 我也要試 對啊 我也要試 好 它還在動耶 這裡 這裡 我剪囉 對 我剪掉了 這個剪的都恰到好處喔 這個嗎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還連在一起 還沒有連得太大 如果連得太大 你就會剪漏了軟黃金 所以 連得一點點剛好喔 一點點剛好 對 所以我很適合做這個工作 對... 所以我不要如此我來剪的 不要 我剪完了 我剪完了 還給你 來 請大家 請大家 原諒我的魚 輪子 這個過程造成的內心衝擊 真的是太大了 大哥解釋著 每年有無數的人 為了珍貴的零蛙油而來 如果不這樣處理 是沒有辦法取得 高品質的蛙油 我也只能調適心情 看看這所謂的軟黃金 到底是怎麼取出來的 7天10天之後 零蛙變成這副德訓了 你看看 她變小了已經 對的 整個縮小了 是啊 我可以拿下來看嗎 可以啊 現在就可以把它蓋下來了 穿過她的眼睛 我可以不要看嗎 好啊 這樣對喔 OK 拿... 拿出來了 我的媽呀 她真的縮小了 原本是這麼大 對的 完全乾掉了然後就變成這樣子 但這樣看起來 曬乾很像中藥材 可是接下來呢 你說那個寶到底在哪裡 那個寶藏 寶藏就在她肚子的這個位置 下面這個位置 你看喔 我們整個這樣看過去啊 如果有光源過來的話 其實這裡都是透明 半透明 半透明對不對 到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很明顯 這邊有一個亮度的東西 這個就是她的寶 這是她的什麼東西啊 這個啊 就是她的蛙油 蛙油啊 蛙油啊 對的嘛 它就是補育呢 蛙卵小蛙苗的營養源 就像胎盤一樣 蛙的舒軟管 對 雪蛤 是的 雪蛤 蛙的舒軟管就在這裡嘛 這個肥肥這個大大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它的油脂 然後舒軟管就是分泌在這個位置 對 切開它的腿跟處 然後你這麼一掰 它就 把它掰開了 對 看見了沒有 這個白白的 這後面這邊都是白的耶 對的 這個白白的才叫雪蛤糕 就是我們只要用到這一塊白白的就對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 所有東西都分開 然後我們取出這個 這個算下去 雪蛤糕的地方 對 對 原來大哥口中的菱蛙油 就是青蛙的舒軟管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雪蛤糕 更是傳說中的美容聖品 完全曬乾的菱蛙變得乾乾扁扁 大哥笑說其他部位都不重要 最值錢的就是肚子的這一塊 軟黃金 旁邊扒開 為什麼這個顏色跟你這個差那麼多 你看它這部部的顏色 這麼多 一個一個的都不同 其實它們沒有什麼質地差別 那顏色不同的話 就像咱們人 有的人長得很白 有的人長得很黑 質地沒有差 對就像你那麼白 然後我這麼黑 對 其實質地是差不多的 我們兩個都是帥哥 其實我們倆都不白 好 然後呢取出來 然後像果凍這樣一塊 對 這樣子有沒有 對 白白的這樣 你看這麼大的一隻蛙 有那麼大的一隻蛙 只有這麼小小的一點 很珍貴耶 因為那麼大的蛙 你要想到 現在是因為我們曬乾了 所以它變成這樣小小的吃 可是它原本是這麼大的一隻蛙 可惡我們取出來就是這樣一點點 這樣子 你說這樣一塊啊 它一隻就這樣一塊 對 大概多少錢 有沒有把它這樣計算 這個大概呢 意思是要二十多塊錢 甚至要好一點的 要達到三十多塊錢 二十多塊人民幣 是的 這樣一隻 就這麼一點點 太誇張了吧 貴耶 如果高端市場上面 它可能要價值到 五六十人民幣的 五六十人民幣相當於 大概兩三百台幣耶 這樣一隻就這樣子而已耶 好貴喔 軟黃金喔 這個 對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取出來的 有沒有一大包 對啊 那所以說這一包得有黃金囉 那當然囉 你花來囉 這一包這樣 你有辦法初步跟我估計 這樣多少錢嗎 這一包呢 大約要八千到一萬人民幣吧 OK 收工 我帶走 我請 那我來 恭喜你 這樣一塊都賣人民幣耶 五萬台幣 就這樣一包耶 它不是黃金 可是它幾乎是黃金的價值 這太酷了吧 我們要處理到這樣啊 完全風乾 其實這樣遠遠看啊 如果你不跟我說 它是雪哈 不跟我說它是菱花的油脂 我會以為它是那種核桃 那種一包一包賣核桃對不對 有沒有 遠遠看很像啊 核桃酥 結果一鏡看 其實它全部都是輸來輸 全部都是油脂 我的媽啊 軟黃金 果然價值不菲 一包竟然要上萬台幣耶 除了蛙油本身珍貴 還要靠純手工具去無存精 挑出雜質 整個過程需要小心 細心的處理 大哥說啊 這只是基本功 想要做成頂級的零蛙油 還得費一番勁啊 味道真的超重的 可是經理 我們這樣就可以拿去賣了嗎 這樣也可以 這樣可以賣 對 但是這個看上去不是太乾淨了 不是美觀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軟啊 然後還有一些黑的雜質 還有黑黑的雜質 對 那怎麼辦 我們可以把它弄成更精細更好的 你看他們倆長的差別很大吧 哇哇哇 給大家看一下這差別有多大 好像不是一種東西是吧 對啊 這可以拿嗎 可以可以 哇那所以我們還要處理成這樣啊 一絲一絲的 為什麼會一條一條的啊 因為它叫書籠管嗎 實際上它在這個挖體裡面呢 就像一個腸子一樣的 嗯 那麼呢它 排得像核桃圓似的 是全起來了 是重疊 疊加起來了 它是疊起來的啊 對 我們要先把它拆開 就是一條線 哦 哦 所以說接下來的過程就是要把它 從這樣子一塊然後變成這樣子 對 那這兩包的價錢有什麼不一樣嗎 這兩包的價錢 那差別就太多了 蛤 太大了 太大了 我給你講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聽不聽說有一個同仁堂 嗯 同仁堂我知道 同仁堂有售的就這一種啊 精細包裝的 精細包裝的 八萬人民幣一四斤呢 一萬六億公斤呢 八萬人民幣 一四斤 五百克 嗯 八萬人民幣 八 八萬 八萬 五百克 這邊幾克 啊 這些有 三百 兩百多克吧 兩百多克 大家去同仁堂找我 就走 哇 欸 這樣弄成這樣 變 那麼貴啊 對啊 一樣的重量的話 價差有到幾倍 兩三倍有沒有 嗯 要多 要多更多 五倍 五倍 五倍有沒有聽到 五倍耶 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幫我回去慢慢挑 反正我們時間還很長嘛 我每弄完慢慢挑 我弄成這樣喔 那 我說五倍還是少的 這一種呢 大概是 八千到一萬 嗯 這一種呢 那麼如果這個 就給它十分拒掉了以後 就到七萬到八萬 快到十倍耶 看到這兒 所以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長白山區 有這麼多的養蛙人 畢竟在市場上的行情好 是東北地區很大的一個養殖產業 但是大哥說 因為養蛙取蛙油不容易 一年的收成期非常短 所以市場也出現了 許多假的菱蛙油 所以大哥堅持整個過程 都要自己親自監工 提供純正優質的菱蛙油 給消費者 三十年的經驗 讓他一口的青蛙精 其實也挺酷的 知道我發現什麼東西嗎 為什麼會有這個 為什麼會有開場播出的青蛙在這邊 經理 你是誰 你是開場所捷克嗎 你幹嘛把青蛙弄成這樣啊 這個就是啊 你要拿它 喂 為了取出它這個 珍貴的這個雪蛤糕嗎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那個曬乾的雪蛤 對 這是鮮的 這是長釀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的 不是 通常把整個雪 那個什麼 菱蛙整個曬乾 整隻就好了嗎 那是一種方式 這又是另外的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 對 這就是鮮活取油法 另一種鮮活取油法 因為畫面真的太嚇人了啦 考量播出的尺度 就讓紫衣某 用說的來告訴你們吧 所謂的鮮活取油法呢 就是要先把胡蛙安樂死 然後拿刀呢 劃開它的肚子 直接取出深的舒軟管 然後再進行曬乾的動作 大哥說啊 這種方式的挖油 比較細 色澤呢 也比較自然 但是因為太過費工 所以多半是淡季的時候 才會採用的 我們打開 摸起來感覺 好像 好像腸子喔 所以我們要煮菜 基本上我們如果下火鍋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直接用手去拿豬大腸 可是 它這樣拿起來 那個感覺真的很像 要QQ的 那接下來取出來以後 要怎麼樣 處理 我們就把它放在上面 原來這個曬乾的東西就是這個啊 對 一條條 哇這個超多的耶 那這不同的取法啊 你說這個是直接是活挖取嘛 對不對 生的取然後跟曬乾取 哪一種比較好 價值比較高 原來各有不同 各有不同 對 他們的經濟價值相差不大 這樣子我們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條 這樣 這樣 粗估你這樣穿過去大概多少錢 對 一萬塊 我帶走 一萬塊 好酷喔 大哥說 除了挖油珍貴 零挖全身富含蛋白質 又低脂肪 避免人生的營養價值 難怪有人說活人生就是零挖呢 唉 但是熱情的大哥 說什麼都要請我吃一堆零挖料理 唉呀 這個取軟黃金的過程 已經是讓我心軟手軟 吃了該不會是嘴巴都軟了吧 我們現在要幹嘛呢 我們要汆燙零挖 沒有錯 我們這一代都是零挖耶 他們會跳出來啊 唉呀 倒進去了 對啊 他們在跳耶 這個水呀 還不能太熱 還不能太熱 熱的話呢 就把它的皮燙壞了 所以要大概幾度 大約是70度到80度 那怎麼抓啊 這個70度到80度 你就手伸進去好燙喔 還不是開水 手伸進去好燙喔 手伸進去好燙 可是它還沒有 還沒有冒泡 還沒起泡 開水 就這樣燙就好了嗎 對啊 就燙好了嗎 就燙好了嗎 對 他們就死掉了 燙好了以後的話 它要伸得直直的 就是很漂亮的一隻 它真的伸得直直 它真的伸得直直的 它完全伸直了耶 對 他們每一隻都伸直耶 對 有沒有 每一隻全伸直耶 那我們接下來穿燙完以後呢 穿燙完我們就開始 給它洗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下鍋囉 大哥親自下廚 將靈蛙炒完後燜煮 屬於長白山在地的私房料理 就完成啦 老實說 子儀我現在面對主持生涯 最大的內心挑戰 到底是該不該吃啊 就算要吃 我也不要睜開眼睛吃啦 經理啊 煮好了耶 對啊 真的 我想啊 土豆醬燜 蛤什麼 對 蛤什麼 土豆醬燜 醬燜蛤什麼 蛤什麼 蛤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零蛙啦 對 我的媽 整隻耶 你看一下 我的媽 你看夾起來喔 它會散喔 它非常的嫩喔 我轉另外一面給你看 有沒有 它隨時都會掉下來 對 非常嫩的 很嫩耶 對 所以我先吃土豆 先吃土豆 先吃土豆 這土豆看起來燜得不錯 為什麼要先吃土豆啊 因為看起來燜得不錯嘛 我想吃看看你的手藝 對囉 我就會先吃零蛙囉 我的媽 這真的是整隻耶 然後呢 要怎麼吃 你從頭啊 對 整隻吃啊 對啊 這才是標準的吃零蛙的方法 我看了它 然後我從它的頭咬下去喔 嗯 勇敢一點嘛 骨頭也咬 對 它的骨頭啊 裡面含有豐富的甲殼紙 也叫甲殼鞍 人們把它說成是 人類第六大生命要素啊 這在清朝的時候是上巴針 是皇帝吃的 這回你就成了皇帝囉 真的啊 對 看一下 好吃耶 好好吃喔 當然啦 我一開始覺得說 它會不會那個 有那個蛙的味道很重 然後會腥味 完全沒有 而且那個醬料下得剛好 然後本身那個 裡面我這樣吃下去 我還要吃到微微的 那個馬鈴薯的香味 然後重點是咬下去以後 它那個軟跟它的那個 雪蛤的地方 它是嫩的 它完全嫩的 然後在嘴巴裡面其實會有一種 你好像在吃蛋黃 然後味道很濃郁 然後在你的嘴巴裡面 沒有辦法散開那種感覺 很好 克服完心理障礙 知道靈蛙料理呢 吃起來是沒有想像中的可怕 味道和口感呢 都還挺不錯的 大哥說啊 這可是慈禧太后 努爾哈制 等皇室最愛的宮廷料理 即我有這種體驗 也算難得囉 我們這一盤就醬爆 醬燜就好了 那這個 這個又是什麼 這三碗 這個呢就是啊 剛才咱們吃的那個 你吃的那個雪蛤糕啊 好 從蛙體當中取出了以後 我們把它摘進以後 用水發泡了 你看完全是兩種東西 生的 雪白雪白的 生的 對 這個呢就是用蛙肝取的油 這個就是用火把取的油 先吃哪一個 先吃哪一個 你先吃這一個 先吃這個 對 我們現在要直接生吃 你吃不到吧 生吃 只有在東北京這邊 你才吃得到 誰吃 我先聞一下它的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 誰說的 你變誰啊 有 它好重的腥味喔 稍稍有一點腥味 勇敢一點嘛 其實沒有味道耶 它的味道是 硬要說 其實很像吃良緣的感覺 很像菜燕你知道 我們台灣有一個小吃叫菜燕 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直接吃下去以後就 就潤進去了 就直接在嘴巴裡面化掉了 正宗的雪蛤糕 即我吃在口中呢 更覺得得來不易 而在這趟長白山捕菱蛙 穿菱蛙眼 取菱蛙油 吃菱蛙 這種種不可思議的經驗 再次告訴了我 世界如此之大 存在著太多太多 令我們無法想像的人事物 只要堅持努力 養蛙人也可以擁有自己的一片片 沒有想像 Moose 金被跨驅 巧 Dinner 反而 Antarctica